快人快語天下事 京腔京韻老北京 扔鋼崩 塞丁殼 特朗普習近平掰手腕 這倆胳膊好像有一個要折 中美貿易拔高音 又敲鼓來又敲鑼 第一階段簽協議 熱鍋螞蟻換冷鍋 冷鍋不冷鍋 這得看細節 真理部剛剛下指令 說好消息絕對特大號 別問協議內容啊 打死我也不說 為什麼呀 為什麼 黨的事業容易翻車 得翻車消息 挫火 行了 冷鍋八成沒換上 自己的喉嚨 還得接茬自己餓 要怎麼崴岛不著急呢 這貿易戰來回翻書落大餅 畫的媽 簡直沒法活 那你還沒說小梗呢 耿爽模擬器搶工作 小梗本來就很粗 這回又要對美抛媚眼 耿爽那一臉苦笑 含苦量 漲了三成多 暈菜 哎呦喂 這沒事還得念叨呢 這活幹的 嗯 糾結 網友緊急拉警報 老中醫請看一本書 說明叫 半個世紀前的 莊嚴承諾 十三號這天上午 在中方新聞會公佈關於中美貿易談判中方聲明的同時呢 美國總統川普發推正式宣布 說 我們已經同意與中方達成一項非常大的第一階段協議 他們同意進行許多結構改革 並購買大量的美國農業 能源製造業 以及其他許多產品 25%的關稅呢 將保持不變 其餘的15%關稅產品 將實施7.5%的關稅 也就是說呢 已經對中國2500億美元出口商品加徵那個25%的關稅 稅率還不變 其餘的 在今年9月份 對1200億美元的商品 加徵那15%的關稅 稅率減半 小額度小稅率的減半 基本算給好朋友習近平一個安慰獎 還有 川普說 由於我們已經達成協議 因此 定於12月15號的懲罰性關稅不再收取 我們將開始就第2階段協議進行談判 而不是等到2020年大選之後 這對所有人來說都是一個了不起的交易 謝謝 在這之後呢 美國貿易代表的辦公室 周五發表聲明就說 美中雙方就第1階段貿易協議達成了一項 歷史性的 而且可執行的協議 協議呢 要求中方經貿體制 在知識產權 技術轉讓 農產品 金融服務 以及匯率領域 進行結構性改革 聲明另外還說呢 第1階段的協議 還包括中方的承諾 在未來幾年之內 將大量購買美國的商品和服務 重要的是 協議建立了強大的爭端解決機制 可以確保迅速有效的實施和執行 行 咱就當熱鬧聽聽吧 黨的承諾 在太平洋那頭說 您得上太平洋這頭聽來 看看被海上的風暴洋流 一通沖刷之後 還能不能剩一點東西 那還真不好說了 咱再看看黨國那頭 剛剛過夜的周五 也就是北京時間13號晚上10點鐘的時候 中共首次打破沉默 召開了中美第1階段貿易協議的新聞發布會 中共發改委副主任寧吉喆 還有中共財政部副部長廖敏 商務副部長王壽文 還有外交部副部長鄭澤光 以及農業農村副部長韓俊等等 全都出席 行我們不想聽名單 您就直接說宣布什麼了吧 急性子 聽著中共商務副部長王壽文在新聞發布會上發表聲明 就說中美雙方就第1階段協議的文本 達成一致 包括序言 知識產權 技術轉讓 食品和農產品 金融服務 匯率和透明度 擴大貿易 雙邊評估和爭端解決 最終條款 9個章節 另外美方將分階段的取消 兑化關稅 從升轉降 下一步雙方將儘快完成 對協議文本的法律審核 翻譯以及校對工作 嗯算是個結論吧 雖然照樣是語焉不詳 但畢竟呢 算這是巴京的一個露臉承認 是啊 美國那邊各大媒體都爆的冒烟了 北京這裡是黎明靜悄悄 拾好幾個龍頭過去沒動靜 弄得老外還以為 雙方在周日新關稅生效之前 得先達成停戰協議呢 這也不算多慮 刷推特茶友肯定都注意到了 就在中方準備新聞會的消息的同時呢 川普在美東時間9點多 也就是北京時間晚上的10點多 突然發了一條推文 這一推不要緊 這美股市場 咕咚一下子 搖三搖晃三晃 好學沒翻個 怎麼啦哟 川普說 華爾街日報對中美貿易協議的報導 徹底錯了 尤其在關稅稅率上 這是假新聞 他們應該找個更好的泄密者 我暈 這華爾街日報要是假新聞 那黨國開那新聞發布會 還有沒有點兒譜啊 確實有點亂 也是 這華爾街日報老惹惑 沒事兒就棄老中醫 是啊 外媒不向黨國的媒體重大決議 誰也不敢搶 都在這兒等著 接統一的新華社通稿 人家那各大報紙媒體 通訊社卯足勁第一時間搶新聞 比誰內線多出消息快 比誰預告的準 誰的報導有料 聽著都夠有娛樂氣氛呢 這樣吧 六叔 趕緊把那寫個 讓老中醫生氣的新聞報導 拎出來挨個曬曬 讓我們辨辨真偉 行 咱曬曬假新聞啊 什麼模樣 就是 哎對了 先說一下背景啊 美方原定在12月15號 對價值1650億美元的中國商品 徵收15%的關稅 15號之前呢 要達成了這個第1階段貿易協議 新關稅暫時免了 如果達不成 中共就得開始往外點錢了 現在沒懸念了 第1階段協議突然在知情人那小道消息圈子 熱騰騰出爐 媒體 全都開始 卯獨劲 衝刺 搶發最新消息 福克斯財經的記者劳倫斯呢 12號中午發了一個推文 說 總統川普下午 會見他的貿易團隊 討論敲定15號這天啊 是不是要徵收關稅 還有對華貿易這個具體內容 這次呢 貿易代表 萊特希澤 經濟顧問庫德洛 納瓦羅 副總統彭斯 都參加了 不過這是真新聞 你說華爾街日報那個 被川普否定的假的 行行行 華爾街日報估計也是急了 要搶一頭條啊 一大早就借知情人的嘴說 預計川普總統會簽署這份協議 這個協議呢 使美方不會加征15號的第1階關稅 還會取消已經實施的關稅 啊距離什麼情況 是這麼回事 華爾街日報呢就說 美方談判人員同意 中方提出取消15號對大約1600億美元中國商品 加征15%那個關稅議程 同時呢 削減一半 現在已經徵收的3600億美元 中國的商品關稅 嗯 說完之後 華爾街日報的記者還一通替川普那擔心呢 告訴說 如果按照現在傳出的原則 達成貿易協議 勢必會在美國國內引發批評 因為會被認為放棄了太多的利好因素 雖然降低關稅的行為 對美國的進出口商 能夠改善很多他們的條件 但是呢 這種舉動很可能不足以迫使北京 改變其經濟模式的核心政策 但是你這一降低關稅 人們北京就沒壓力了 他就不可能改變到現在的核心政策呀 對 華爾街日報記者分析出這個影響 確實夠讓人擔心的 事實上也真是影響好多人 連這對華的鷹派共和黨參議員盧比奧都受影響了 下午三點的時候盧比奧發推就說 白宮應該考慮 跟中共達成交易 放棄關稅的槓桿 具有很大的風險 關稅是為了日後在最重要的問題上 跟中共達成更廣泛的協議時候 能起點作用 比如說呢 對國內公司的補貼 強制性技術軟讓 還有阻止美國公司進入中國關鍵部門 等等那些問題的時候 關稅是一法碼 現在就降下來 到時候不好使了 那你還沒說福布斯呢 媒體上假消息一出來 福布斯的自由撰稿人 拉伯薩立馬發推就說 在過去的18個月裡邊 川普對關稅的事一天到晚不確定 但是市場還一直走強 那你現在12月份把關稅停了 還把現有的關稅減半 何必呢 這位又揪住那把所有關稅減半的事了 全信了 替川普搓火呢 是啊 顯得有鼻子有眼了 誰能不信 原來中國南方大學的教授草忌也是 當時就信了 一通發推曬這帳單 就說 請看最新美中貿易協計 美國取消15號加征15%關稅 現有關稅呢 還減半 換取中國購買美國500億美元 農產品和執行機制等等 美國放棄優勢 簽此協議 這就會 挽救已經陷於經濟困境的中共政權 川普是失敗的 彭博社對華爾街日報披露的協議內容呢 雖然不置可否 但是也非常確定 川普已經把那個 減少了一半關稅的協議 簽署完畢 彭博社也有所謂的內線 彭博社的駐白宮記者 Jacobs 在現場發推就說 川普12號碰頭會 是下午2點半開始的 到4點半結束 他得到的消息是 川普的貿易代表 提交給總統的協議 總統已經簽字 路透社比彭博社還早一鐘頭發布消息呢 週四下午3點半左右 路透社就把線人的話給扔出來了 說 為了解決長達17個月的中美貿易戰 白宮與北京已經原則上簽署協議 不過詳細的書面協議還需要繼續完成 預計白宮將於週四晚間 宣布這一消息 可但是 但可是 媒體跟這宣布了1613招 白宮沒宣布 川普這回 相當沉著 這沉著 倒不算沉著 老中醫急性的呀 12號一早就發了一推文 說非常接近跟中方達成一筆大協議 他們想要 我們也想要 行 非常接近 都想要 這叫 你拍一 我拍一 一個小孩坐飛機 飛行速度 比你們都快 剛才說川普說那個華爾街日報的消息不準確 主要指的是取消關稅那部分不準確 12號一早 華爾街日報曬出來的中美貿易協議 最多的內容 可都是美方要求中共 做承諾 這個呢 川普好像沒什麼反對意見 你跟我們說說具體的吧 包括什麼呢 購買大量美國農產品 和其他產品 以及更好的保護美國製產權 並且允許更大的開放中國的金融服務業 對農產品採購 美國要求在文本協議中 寫入 將對中方承諾的那些對媒採購 進行季度審查 並且明確 每個季度的採購額度 不能低於指定額度的10% 此外呢 協議內容包括執行機制 也就是什麼呀 快速撤回機制 如果中方不履行他這程度 那麼美國的對華關稅稅率 將恢復到原來的水平 華爾街日報說這恢復到原來水平 這前提還是說這次要削減關稅到一半呢 但是川普好像沒答應啊 看他那推特 當然沒答應了 只是1200億那個 象徵性的減了一點 川普政府一直主張制定條款 制衡北京不對線承諾的麻煩 最關鍵的用的就是關稅 這包括呢 只有北京達到跟承諾一樣的標準 華盛頓才開始取消關稅 一旦北京在對線承諾上耍賴 這協議就允許華盛頓重新開始 對中國商品加徵關稅 李正你注意沒有 美國那些大媒體啊 搶先爆料那消息一出 好多人都開始埋怨川普了 一通說他什麼斷送好機會 給中共喘息的機會之類的 看了 早上也起來 推特上好多這種消息 連北美吹哥都信了 哎對 這北美吹哥跟那肥美吹哥不是一回事啊 以前有茶友表示不理解 說提他幹嘛呀 不是東西呀什麼之類的 這倆人不是一人 對 這位還是非常明是非的 不過這次讓華爾街日報弄的也是有點煩 吹哥就說了 川普已經簽署了第1階段協議 川普手裡邊排非常多 而且中共早已經成了代載羔羊 這川普推心急了 剛才說那草忌啊也是 上當以後呢 當時對川普相當失望 連是發倆推 另外那條推文就說 川普即將與中國簽署的階段性貿易協議 讓步太多 是一個完全失敗的協議 這是美國 在絕對優勢下放棄了一次 可以快速取勝的機會 證明川普僅僅是一位商人 而不是一位具有戰略眼光的政治家 美中貿易戰 美國只是獲得一點小力 並沒有讓美國再次強大 中共將再次從經濟危機中走出來 今後美國將付出更大的代價 您瞅瞅 這不準確的消息 迷惑了多少人 給川普蒙上了多少不白之冤 好在人川普 披荊斬棘習慣了 不在乎 川普怒怼《華爾街日報》的消息一出來 把好多信了假新聞的人都真傻了 美中兩國的金融市場也是超級的反應迅速 正經分析人士秦鵬就說 川普推特之後 人民幣急跌400點 到7.02 昨天受達成第一階段協議好消息的利好刺激 人民幣 曾經破天荒的 破了6.95 黨看那宣布好消息的新聞發布會 還不如川普這兩行字的推文有實力 就是 經濟學家何清漣就說 中國深夜開啟者會宣布與美國達成第一階段協議 憑 習掌門最近遭遇不堪負荷之眾 以拖待變 美國之變還未出現 他先變了 也是沒轍 實在拖不起了 草忌呢也知道自己上了假消息的當了 13號中午的推特上一通總結 整理的細節還挺詮惑 行讓媒體們這回拿著準確的資料再慢慢分析吧 不過對於崴腳部的發言人來說 這命題作文來了 而且再對川普放狠話 不成 這得低調點 這還真不好說 草忌推文里邊說到12號崴腳部發言人的一個表態 沒看出有什麼低調了 啊 草忌說 美國助理國務卿史達偉12號在華府智庫發表演說 表示 美國幫了中國幾十年 換來的卻是敵意和惡意 中國外交部呢卻反槍美國 說中國所取得的偉大成就 都是中國人民用自己的勤勞和智慧幹出來的 不是靠任何人施捨的 美國哪來的善意 對於中共這種滿口謊言忘恩負義的流氓政權 美國最好用拳頭對他說話 這草忌要揮拳頭 不過草忌也太當真了 崴腳部這番話完全是說給國內那些戰狼粉紅五毛們聽的 要不怎麼下台肌這個 哦對 走夜路啊吹口哨給自己注入威呀 剛才草忌建議美國用拳頭對擬黨說話 要對中共強硬 其實這事根本用不著提醒 川普政府絕對把這事當分內之事 跟中共的貿易談判也是一樣 對呀 川普呢希望達成貿易協議這也沒說的 但是川普有自己達成貿易協議的前提條件 標準 這也非常確定 而這兩個比起來 後者是最穩定的部分 前套達協議那個 有更好 沒有也無所謂 對 川普是說過這種話 沒有協議就收關稅唄 很好啊 反正美國經濟這麼強勁 就是 再說了咱就別說通過川普本人態度 判斷強硬還不強硬 您就看貿易談判 美國團隊裡頭那些比較溫和的鴿派們什麼態度 您就知道川普什麼態度了 行咱屢屢最近白宮幾大元的態度 看看中美貿易戰美方的精神狀態 對 10號那天 商務部長羅斯接受福克斯新聞採訪 這位立主前程協議的鴿派商務部長 抱了一大冷門 說了一句讓黨尿急的話 不行啊部長先等會兒 隨從吧 趕緊給黨領導集體那七個老頭上尿不屍 等不及 羅斯已經開說了 高爾說 目前川普總統處於一個非常有力的談判地位 美國的經濟正在蓬勃發展 你看最近增加了26萬多個工作機會 你再看中國經濟 已經陷入困境 所以呢 談判每拖一天 對我們來說 只能更有力 越拖越有力 暈菜 那什麼 宋丹丹呢 趕緊呢 看看黨的領導集體 是不是又是七個老頭 轟過去六個呀 羅斯還接著說 最重要的是 我們需要跟中方達成一個合適的協議 不管我們在12月15號達成的協議也好 或者之後也好 總之 達成一個公平的協議 才是最重要的 我們對知識產權的問題 進行過很好的討論 對中共盜竊知識產權 強制技術轉讓 還有公平競爭 收購規定等一系列內容 都在第一階段中談到了 但是更重要的內容 需要在以後談判 目前來看 他們中共 必須購買這400億到500億美元的農產品 因為自從8月份以來 他們已經不得不把豬肉價格上漲了50% 對於一個不富裕的國家來說 如果這動物蛋白價格 增加了50% 那是一個非常非常嚴重的問題 羅斯是看在眼裏 心裏有底 路透社12號不報了嗎 知情人就透露 北京同意在2020年購買價值500億美元的農產品 這個數字呢 是美中貿易戰 以前 2017年中國購買美國農產品的 兩倍 前一陣北京還態度強硬了 死活不承諾的具體數字 看來這回真是沒有任何其他選項了 是 福克斯主持人就跟羅斯說 中國有2.5億頭豬得了豬瘟 好多病豬 甚至直接被送到獨裁場 在市場賣病豬肉 羅斯來一句 他明年還不知道怎麼辦 因為死豬是無法繁殖的 死豬繁殖 這羅斯在這說相聲呢 那麼瘟和黎羅斯 都擠得成斷子手啊 就是 哎呦 不過那你還沒看著白宮首席經濟顧問庫德洛呢 呦老庫又怎麼了 怎麼了呀 敲黑板了 又敲黑板 怎麼敲的呀 6號 庫德洛在美國財經新聞 CNBC上 說了一堆狠話 他說 川普總統多次說過 如果這個協議不好 如果防止中共未來盜竊 這保障策略不好 如果執行程序不好 我們是堅決不會接受他那協議的 我們一定走開 如果我們不能得到執行機制和保證 我們不可能往前推進 執行機制 這真成了惡住共產黨喉嚨的一根繩子了 那沒轍 你不給他勒上繩子 他玩命給你勒 你這話真說點了 商務部長羅斯上個月撂下一話 告訴說 要是沒有執行機制 您簽什麼呀 都是一堆廢紙 這話絕對是治理名言 要怎麼庫德洛6號那天就說呢 我們必須不允許任何國家 尤其是中國 竊取我們的技術 以及和5G相關的先進微處理方面的突破成果 反正川普總統還沒有準備好簽署任何協議 我們也不著急 閒著閒著 談呗 美國財政部長努勤呢 5號在政務院跟記者也是這麼說的 他來一句 談著呢 不過總統可說了 我們要達成正確的協議 我們不會被任何人為的截止日期束縛 你瞅見沒有 白宮這幾大員 都是一個口徑 努勤跟庫德洛這些人還屬於溫和派 屬於哥派的 白宮的經濟顧問納瓦羅 貿易談判首席代表 萊特希澤 那就跟蒙說了 納瓦羅最近在備忘錄裏說 中方最近採購美國的豬肉和大豆 這是因為非洲豬瘟造成的不得已 他們才不是真心向美國示好呢 您再聽萊特希澤在那緊著提醒 說 誰說我們要不加徵關稅呀 給我一個理由好嗎 鷹派根本就不同意延緩關稅 不過這美方辦理團隊工作機制絕對清晰明確 談我們去談 所有條件一無一時給你擺桌面 最後決策總統上 川普這大筆一揮 簽和不簽 大家全都直接接受 這跟黨國分不清集體領導 還是習近平專權的那黑箱操作 完全不同 反正川普簽事兒可是說了 跟中國簽協議這事兒不用著急 我看等美國大選之後簽署最好 從最近北京官方的表現來看 急轉彎之快 抓救命稻草 欲望之強烈 已經破了極限了 9號那天 中共商務部長助理 任洪斌 代表中共官方公開表態 說希望推進談判和磋商 照顧到彼此的核心關切 儘快取得各方都滿意的結果 中國將制定貿易高質量發展的行動計劃 出台具體的支持政策 與此同時 中共官媒也緊急降溫 不再指責 美國近期通過的人權法案 自由亞洲電台就統計了 從上個月20號到這個月7號 央視每天平均至少播放6條 批評美國的新聞 近半個月以來 共播放了超過100條 批評美國的新聞 但是直到周日也就是8號 以及周一也就是9號 央視只有一條反美的新聞 外界就分析了 連篇累讀發文指責美國的官媒悄然降溫 顯示北京急於與美國達成貿易協議 這就看出來了 黨是對一事兒非常有信心 對另外一事兒非常沒信心 這什麼意思呀 你想啊 共產黨肯定是對川普連任非常有信心 別去了 到那時候簽老中醫不定開出什麼血噴大口的條件來呢 趕緊先打簽 那對什麼事兒沒信心呀 對如果繼續這麼玩貿易戰 黨能不能挺到川普連任 或者啊 這經濟能不能挺到川普連任 徹底沒信心 嗨 看看國內消息啊 12號 中共商務部發言人高峰就說 目前美中雙方的經貿團隊一直保持密切溝通 同時呢 他拒絕對如果美國按期加稅 中方將如何報復的提問 置評 現在不需要置評了呀 有意思的是啊 據傳聞 中共國務院副總理 排名第3的胡春華 將參加中國美國商會的年度晚宴 胡春華呢 負責掌管商務部 大家都知道 負責中美貿易談判的中方談判牽頭人劉鶴 在國務院排名老四 但是有意思的是呢 中國國務院副總理 排名老三的胡春華呢 居然要去參加中國美國商會的年度晚宴 好多人都覺得奇怪 副總理級別的官員硬邀參加美國商會活動 是10年以來頭一回 所以現在分析人士都看出來了 這中美之間達成這第1階段貿易協議 對中國來說呢 就是短期暫時的緩解一下壓力 餘下的結構性改革 更難纏那些問題 後邊還不知道怎麼弄呢 不排除將來中美貿易衝突 再次升級 哎這事還真不好說 完全是看共產黨什麼時候犯病 這流氓無賴勁一上來 翻臉不認賬 那老中醫可就不慣著了 現在也沒慣著 鷹派加平方的貿易談判代表 萊特希澤13號就說 總統川普一直專注於 跟中方達成這項協議 這要求呢 是實現有意義的 可完全強制執行的 結構性改變 而且 要重新開始平衡 中美貿易關係 這項史無前例的協議 達到了總統的那些重要目標 如果沒有總統強有力的領導 這協議 不可能實現 不說別的了 其實中美貿易戰打了這麼長時間 回顧起來啊 挺有意思 尤其是川普 看著是大做一張 什麼都說 但是呢 戰術非常多邊 對 對習近平啊 更是 一會兒 賞食教育 一會兒大著貼的開抽 總而言之 不管什麼辦法 最後得讓你就範 把事辦成了算 其實呢 應該是這樣 川普啊這本身是個實在人 思路簡潔直接 目標明確 而且超級強有力 碰著這麼一朝三暮四流氓無賴 沒轍 順坡下旅 得玩兒點花樣 要不然哪有這麼多閒工夫 跟他過那個爛招啊 啊 陪你折騰有癮啊 這川普也是沒辦法了 還得摟著點 不能讓中共破罐破摔 所以呢 一直在掌握火候 但是啊 我們還是得替網友們 嘱咐老東一句 您這才跟你好朋友背後那共匪啊 玩的一兩年兩三年 我們 可是老少三輩都嘗過這流氓無賴的坑害了 對 還是不能大意 得加小心 他們這黨是土匪流氓下三爛 從來不講套路 不講底線 相信推特網友朱運河轉那帖子來了 跟大伙分享一下啊 他說 項羽抓了劉邦的父親 在城頭上喊話 告訴劉邦 你要不投降 我們把你爹給煮了啊 您猜劉邦說什麼呀 行啊煮呗 煮完了 記著分給我一杯羹啊 這項羽最後一聽傻了 真要殺劉邦的爹下不了手 不行 算了吧 所以這後人就說呀 英雄是有底線的 這流氓 是沒底線的 真是 這樣吧李政 咱們上回不是推薦給川普九名共產黨的英文版了嗎 這次 再給川普推薦一本好書 什麼書 網友經常在網上引用的 叫 歷史的先生是聲音的聲 半個世紀前的 莊嚴承諾 就跟網友說的似的 共產黨從起家到現在 跟中國人 跟全世界 都承諾了一萬件事了 相信他承諾的中國人 也死了好幾千萬了 老中醫 千萬別掉以輕心 行這本書呢 確實值得一讀 那是中國人的靈魂思想精神 被共產黨肆意羞辱 肆意欺騙的一個文獻記錄 也算是一部 鐵正如山的 中共撒謊歷史 其實你說歷史都繞遠了 香港不就跟這擺著了嗎 簽完中英聯合聲明 沒幾年 這不就宣布歷史文件作廢了嗎 是 你瞅著 這要不了哪天 耿爽 還是話大媽之類的 一高興 蹦起來肯定宣布 第一階段貿易協議已經淪為歷史文件 被我黨 掃入歷史垃圾堆 沒事 川普已經給大夥交底了 12號的時候 就是他簽署 中美貿易 第一階段協議的當天 川普在推特和臉書上 分別發送了一張老照片 他跟美國前總統里根的合影 除了一個回舊星似的標籤 川普沒有附加任何文字 我看了 有人還給總結了 說川普和里根就任的時間 相差36年 但兩個人有很多相似之處 其中包括他們都屬於共和黨 也都面對民主黨人發起的彈劾案 最後 彈劾也都以失敗告終 對 參議院多數黨領袖麥康奈爾 12號的時候也說了 從眾議院傳來的彈劾案的卷宗 實在是忒軟弱無力了 總統被罷免的可能性 是零 另外呢 川普和里根的另外一個相似之處 就是同樣面對來自共產世界的威脅 而且極力和他們對抗 前者呢 迎戰的是中共 後者 立抗蘇聯 而且 促成了蘇聯的解體 前者 迎戰中共 估計未來的結果 也很值得期待 美國國家利益網站的執行編輯 卡尼亞尼斯就分析說 川普應對中共的策略和里根對待蘇聯的方式 有驚人的相似 都意識到 任何一國家的核心基礎 都是經濟實力 所以呢 他倆都竭盡全力的確保美國的金融基礎 穩固 造成經濟強大 還有充滿活力的效果 此外呢 這兩位總統也都意識到 如果不遏制共產主義的威脅 對方只能是肆意瘋長 而沒有任何一個 比一個具備強大經濟能力的流氓國家 更糟糕的事了 所以 卡尼亞尼斯就說 如果中共有一天 比美國經濟和軍事實力更加強大 那是一個 不能想像的噩夢 哎那照你這麼說 川普在中美簽協議的時候 發這張照片 是不是就告二隊 對他有想法 有懷疑的那言人說 別擔心 我知道我是來幹什麼的 哎還真有可能是這句 不過不告訴好多人也能知道 現在連共產黨都知道這事了 拖來拖去拖垮了自己 搬來搬去 那搬石頭 全打死個腳了 對我來搬去拖去拖延 對我來說 我來搬去拖延